这是到目前为止听到的最新的一些的讯息 还是连胜文先生在朱立伦的选举造势 也就是选前之夜的这个场子里面 遭到了歹徒击伤了左脸 现场是开了两枪 目前听说凶手已经是在永和落网 但是实际发生的这个状况 是现场是应该是一片混乱的情形 到目前为止 确实的情况还在这个持续查证之中 但是连胜文昨脸遭到枪击 应该是已经被证实的一件事情 你这个另外一个画面是资料画面 这个是我们现场的 今天稍早之前发生的事情的画面 这个是在 这是稍早连胜文在台上做的说法 他是枪击应该不是在台面上 应该是在这个讲完以后 他大概是在8点初前后 连胜文现在讲完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前面的一段时间了 我们现在还在持续来掌握最新的一个讯息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是如此 我们刚刚听一下最新的状况 不过我们现在收到最新的消息是 连胜文一次遭到复密人士的攻击 一次是枪击到头部 那目前呢 他确定人是受伤了 目前人在台大的急诊室 正在做进一步的观察以及急救 不过因为现在收到的状况是非常的坏